你怎么会怪你呢 你别怪我 我怎么会怪你呢 要怪也是怪我的 你别怪我 你知道这个人 真的不能信心 一闲下来一闲下来 就容易胡思乱想 你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 却一声不吭 我有一个事想要跟你说一下 你曾经不是跟我说 你想要跟我分享 我生命中的一切吗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不要把你没有告诉我的事情 一次性都告诉我 不想说吗 关于什么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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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我的家 我们是孤儿 其实以前说到父母的时候 我都不愿意去提及 我爸爸 我爸爸是一个特别优雅的人 他在乐团里面 是一名钢琴家 他的手长得特别好看 你的手就像他的手一样 我妈妈 我妈妈特别温柔 在家里面 每天就是煲汤啊 洗衣做饭啊 所以我小的时候 每天家里面除了钢琴声 就是范香儿 后来 后来我们家里面 有一天忽然之间 发生了一场大火 把我知情的人全都躲走 我那天是被 是被邻居的小朋友带出去玩了 所以只有我活了下来 我那天是被 有些事情 不是我不想说 是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什么感动身受 你知道从小没有家 没有父母 你知道那种无助感吗 你知道 活着的人 比死了的人更痛苦吗 所以这么多年 我只有去努力 无论吃多少苦 无论付出什么 我就是想要赚钱 我真的和爱琴 因为我只有赚到更多的钱 我才能够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我要建设这里 我不能让那么多没有家 没有父母的孩子 像我当年一样 不用担心我 上天给了我考验 上天给了我考验 同样也给了我答案 你说改变世界是你的梦想 那这里就是我的梦想 因为我要让更多没有家 没有父母的孩子 他们过得比任何孩子都好 你做到了 从今以后我跟你一起照顾这个家 你不会再能蒙不住了 你也是我的孩子啊 你 你为什么给我买了一条 这么红的裙子 取慧气 明天再把这些 零零散散的东西一收 再叫一个搬家公司 这家就能搬了 对不起你啊 倩倩 你说我辞个职 还要连累你搬家 这又什么呀 你要是再住江大凯 这个卑鄙小人的房子 我还担心呢 我还不乐意呢 我之前就是想得太简单了 我以为这是公司给我的福利 但后来江大凯一系列的企图 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是按照 每个月正常的房租价格 我把钱打给他了 这件事情主要就是 你心里过得去 只要你过得去了 我有什么呀 不就是搬个家吗 一年搬那么多次 也不在意这一次了 我有点担心 你一个人住行吗 我 我有什么不行的 我不是一个大孩子吗 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万一再有流氓尾随 你怎么办 那我给你打电话呗 你不用说我了 那你 彻底童像熙呗 你可长点心啊童像熙 以后你要是挨欺负了 可不能回隔壁了 你也不得了 我舍不得你 走开 走开 我 我让你放心 我跟你说我本来呢 打算是在未来城 租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这样不就离你近吗 但是我真的查了一下 这里的租金太女强人了 像我这种网络小市民 还是去找一些 性价比高一点的房子吧 那我可以给你付房租啊 不行 你现在已经有另一半了 那你们杰森怎么说呀 杰森 邀请我半天了 但是 我肯定不会答应 跟他一起住的 好吧 那这几天 我陪你跑一跑 多看一个 找一个安全的 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 那我们就 好好享受 最后的夜晚吧 最后的夜晚你怎么享受呢 想到什么高兴的事了 好久啊 我刚下夜班 想来喝杯东西 没想到 还在这儿碰见了你 好像我们 总是能在半夜碰见啊 都是野猫子嘛 陈先生 今天怎么没带小蛋糕啊 你要想吃的话 我可以请你 我可不随便接受 别人的邀请的 除非把你刚才高兴的事 说给我听听 如果好听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我好想吃了 那边 我们下午安 知道 你有点 感谢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